好的,大家好,这边是中文投资网分析师Jackson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本周美联储给出了这个FOMC的一个利率决议 以及我们后续这个缩减购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以后 我们市场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看到在本周其实我们的这个国债方面表现的是比较糟糕的 在价格方面我们都是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下挫 那么这里呢大概率是要形成一个回调的一个趋势 因为加上之前相关在这个蓬勃上的一些报告 有很多的这个机构呢 在对美联储后续的一个缩减购债的一个时间表 做出预期以后呢也是在看跌国债整体的一个价格 毕竟我们也即将失去美联储这个水龙头 我们也即将失去美联储这个放水的这个支撑 所以呢在国债表现方面 我们的国债收益率十年代是已经突破了1.4% 所以后续我们会迎来更多在国债方面上的一个回调性质的一个波动 那么也就导致了我们市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可能整体的一个大盘的表现不会像今年前期前期时候有特别强劲的一个上涨 有一些股票呢 在相对高风险的时候呢 可能得不到这个资金的青睐 因为我们现在市场在后续在这个国债收益率有一个稳健增长的情况下 那是需要更加高的一个确定性去投入咱们的这个资金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今天的一个标普在美联储这个鲍威尔主席一方讲话以后呢 也是涨跌各异几个板块呢 随着这个各个市场的一个领域的不一样 像这个能源板块呢 就是跟随这个商品市场的一个行情 也有一个也是连续三天的一个领涨 那么银行股呢 也有一个很不错的预期 整体的银行股在低位呢 也是做出了一个大幅度的反弹 像JP Morgan啊 像这个美国银行啊 City Bank啊 这些几个传统的老牌银行股的表现呢 基本上都是不错的 但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一些成长 成长股比较密集的 像科技版还有这个XLV 还有XLU里面的一些成长股呢 相对表现就没那么好了 然后罗素呢 在今天这个行情里面 也是唯一一个收跌的一个指数 在道琼标普纳指都是低开高走 去反弹的一个情况下 罗素呢 依然是不屈不脑的收跌 本来找盘的表现还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能看到有很多 摔下去回调以后的一些权重 比如说Facebook 比如说特斯拉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Visa 甚至说迪士尼 在低位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会认为 在后续的市场里面呢 我们尽量把重心放在像我们之前节目提到的这个有很好增长预期的个股上 这样呢我们就能避免受到这个缩减购债的一个影响 好吧 那么今天再回头看一下我们的恐慌指数啊 这个VIX已经又走出了一个新低 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市场并没有太担心这个啊 后续的一些政策 而是我们基本上是把这个政策提前 Price到了市场里面 然后标普提前做出了一个5%的左右的一个反弹 一个回调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个股博弈的一个事件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抄底的同时 先做好功课 去选择自己比较新的过有非常好的一个预期的一些个股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芯片板块里面的一些明星啊 AMD啊 NVIDIA 还有这个体量特别大的迪士尼啊 还有这个电动车板块啊新能源板块之类的 好吧 行 那么今天的节目大概就这样 感谢大家观看